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之间又一个小孩很开心地冲出来了 追赶着前面那个小孩 这个张伟今天开车回家是约了风水师看风水的 这个风水大师惊讶地问 你怎么知道后面还有小孩你停在这里呢 张伟就从从间说 小孩子一般都是打打闹闹的 追追杀杀的 光一个人他不会笑得这么开心的 风水大师翘起了大拇指 嗯 你这个人有心 走到他别墅的后面 突然之间后院飞起了七八只鸟 见状张伟把车停在门口 抱歉地冲着大师说 麻烦大师在门口等一会儿 啊 有什么事啊 后院肯定有小孩在偷我们家的荔枝 摘荔枝啊 偷摘荔枝 如果我们现在进去 小孩自然惊慌 万一掉下来就不好 张伟笑得说 风水大师默默的片刻 嗯 你这个房子 我看不用看了 这次轮到张伟惊讶了 大师啊 你何出此言呢 有您在的地方都是风水宝地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吉人自有天下 善人住吉地 慈悲改风水 心中装着别人的安乐 受益的不光是他人 还包括你自己啊 人缘经当中说的 若能转悟鸡同如来 听不懂了吧 师父跟你们讲啊 就是说啊 用文言文跟你们解释 为一切的圣贤能转万物 不被万物所转 随心自在出处争如 也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一切能够修得好的圣人 就是我们很高境界的人 你能够啊 你心不动万物随着你在转啊 你像一根铁塔一样站着 对不对啊 别人在转 你的心不转 你不会被别人诱惑 你所以不会上当 不会受骗 因为你很清楚你是谁 随心自在 你的真如本性 就慢慢的看到了 就慢慢的看到了 好 来吧